今年第九号台风苏拉在29号转为强烈台风 而花莲在整晚间也忽然下起了大雨 二周三台湾东西部天气两样晴 而接下来的天气变化又会是如何 请看以下的报道 今年第九号台风苏拉在29日晚转为强烈台风 气象局已经针对强台苏拉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虽然苏拉往南修正移动 但其外围环流影响 周三周四两天最接近台湾 花东会有较长风势及局部长阵雨 尤其华莲南部山区更要留意 目前还是持续地朝比较偏西的一个情形走 我们可以来看这个纬度 它大概就沿着这个纬度一直在往西形的情形 然后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云 它的这些外围的云跟螺旋云带 其实并不像上次那么宽广 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它的北边 云其实没有说像上次这样整片进来 所以在花莲这个地方 大概就是在比较偏向于南花莲靠近台东的地方 我们的云可能会比较多 所以雨量会比较多一点点 那现在目前台风其实就在我们的恒春可能就是正南方 目前可能就是已经要接触到恒春半岛 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影响并不是那么大 所以基本上对我们来说对花莲来说可能这次的风雨影响可能就是比较 雨的影响比较大一点点大概就在南花莲这边的一个情形 然后我们看到这未来这一周的天气它影响我们可能比较剧烈的天气 大概就是从今天8月30号到9月1号会影响多一点点 但是我们刚才可以当整个系统来看 其实在花莲的地方雨下的不是很多 就是南花莲那边雨可能比较多一点点 周四晚随台风吸移降雨长度趋缓 周五人受台风外围环流水气影响 各地仍有降雨发生 提醒民众未来几天 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 海边或山区活动要注意安全 出门记得携带雨具 记者长邦彦华人士报道